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your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嗨 我是小葉 今天終於有微解封的開放 所以我們有到林 其實前面有帶大家從停車場這邊上來 結果我們錯過了騎一台 我們今天要走的是九瓊湖的九福步道 我們剛剛走過那個兩船喔 在戴口罩 沈山真的是有點呼吸不到空氣 不過這邊真的很美耶 具有種古色古 今天帶大家來微解封到九瓊湖的九福步道來走走囉 然後車子這邊上來有看到一個金谷農場 那個廣足宮 古路財神秘要在右邊 然後我們繼續往上開 找一下停車場的位置 停車的部分從這邊上來以後 就可以看到有個九瓊湖卡拉OK 那九瓊湖卡拉OK這邊也可以停 那目前應該是在那個三級 三級的期間它沒有開 這邊都有停車場 然後停車場都是一次收費三十元 然後這邊有一些小事 那我們是停這一個停車場 我們是停在這邊 然後馬上走就是九瓊湖的步道 然後九瓊湖這邊很有名的就是這個有家燜機 然後九瓊湖這邊很有名的就是這個有家燜機 可以見大家如果有買這邊的話 不要錯過這個有家燜機 他們現在也是有外販的 我們之前每次來的時候都會一定會 來九瓊湖一定會來買有家燜機 現在往步道的方向走 其實它上面也還有停車場 所以如果大家來的話 可以先往上開 找一下看上面有沒有多的停車位 那離步道比較近的話 可以找走一點路 繼續往上面走 這邊也有一些在地的農場 南瓜 然後旁邊也有個圖 可以讓小朋友會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頻道路口 應該是那個 這邊有賣 那你要什麼好味道 這邊有個土地公廟啦 可是還沒到步道的步道 那步道路也不要再往上走 嗨我是小葉 三級警戒的期間我們被關了一個多月 今天終於有微解封的開放 所以我們有到鄰近這邊的步道來走一走 那今天到那個九瓊湖的步道 那我們剛剛其實 前面有帶大家從停車場這邊上來 結果我們錯過了起點 所以現在我們要重遍說 從步道的尾端往回走 那可以讓大家看一下這邊的一個告示台 我們今天要走的是 九瓊湖的九湖步道 然後起點應該是在明池 就是剛剛還沒有到劉加門基那邊 那這邊算是尾巴 那因為我們已經走過頭了 所以我們打算就是從尾巴這邊走上去 那今天天氣非常好 那再來可能就是這個季節 比較多無厚的降 所以大家來的話 可能要記得要戴公仔 預備一下 然後微解封 今天是微解封第一個假日 所以人潮還算沒有太多 那現在雖然微解封啊 但是我們還是記得就是 出入的時候口罩一定要戴著 然後有酒精就戴酒精 到哪裡的話就是防疫的措施還是要做好 然後盡量不要往人群走 然後我選擇是比較偏僻一點 沒有什麼人潮的山上 然後也盡量不要跨區 就是在自己的區域 散散心啊 或者是放鬆一下是沒有關係的 OK 那我們今天帶大家走的是九福步道 那我們現在從尾巴進去 然後帶大家看看這個九瓊湖的九福步道 是長什麼樣子 Let's go 那我們現在就是按照這個地圖的方式走 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是從下面這個金庫農場 走路走上來 我們特地是停在這個附近 那本來走這個九福步道的部分啊 路口應該是在名池 那我們因為走這邊上來之後 已經超過了 所以現在的位置是在這裡 我們就打算說從這個現在的位置 往關南亭走 然後從關南亭這邊走下來再走回九福步道 那大家來這裡除了九福步道以外 其實它周邊還有很多步道可以挑選 那今天帶大家走的就是九福步道 我們來看看九福步道的部分 那旁邊這邊就是它的尾端入口 OK Let's go 這邊天氣非常好 太陽超級大 本來以為會有午後降雨 結果好像雨也沒有下下感 然後我們隨著這個步道走 現在看到有第一個那個告示牌 九福步道的告示牌 然後這邊顯示的話就是步道長度約兩公里 所以它走起來應該不用半個小時就可以走完了 然後步道的坡度其實也不會很高 消耗的熱量這邊顯示是330大卡 那如果慢慢走的話大概五個五十分鐘 五十分鐘就當散步是一個放鬆的小小步道 那我們現在就是走這個步道上來 那入口這邊其實就一個小坡 那步道都還算蠻平緩的都是薄油入 那我們繼續往上走 那走大概一分鐘上來就會看到那個片門 那這邊是不能往上 可是是私人的屋 私人的屋 私人住家 我們要請它旁邊約一個階梯小圈 山林小徑 這邊感覺是應該要插個防蚊液再來 這比較不會被蚊蟲咬 樹蔭下面其實還蠻舒服 這個步道上來其實非常的舒服 然後都在樹蔭下面 那很多小小小小小的接聽 乾淨度其實還好就是 看得出來就是風吹雨淋過啦 可是沒有到濕滑的程度 走起來都還算輕鬆 這邊有柚子耶 這邊有小藍山的感覺 有很多建築 有了有了 有沒有有點熱 就讓我頭皮都噴汗 有了 加上來的岔路 先是周家中 看一個地方 現在位置 我們還要往 另外一邊嗎 周家中的反方向 然後走到關南步道 下面這個關南步道 然後再走到九步步道 九步步道 好 好喘喔 那就不是走這邊喔 你走右邊直接 這邊 走到胡言亂言 後面都可以看不滿屁 然後目前看起來 整體的路都還算很好走 然後慢慢有一點坡度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 往上面的路 然後有點坡度 繼續走 這溫度 真的有點悶熱 濕氣有點高 還有頭皮裡面都是汗 很舒服的步道 很舒服的步道 有家觀光果園的 古樹潤鳥區 我們現在是從尾巴 往民池的往上走 現在看到一個楊林在前面 我們剛剛走過那個涼亭 現在繼續往上走 那我們剛剛走過那個涼亭 好喘喔 在戴口罩 沿山真的是 有點呼吸不到空氣 它走慢一點 不過這邊真的很美 汗流夾背 很漂亮喔 森林 欸也不算森林 就有一種古色古香的感覺 這邊好漂亮喔 我們在岔路 我們在岔路 我們來的方向是九福路 往下是鴛鴦池 然後另外一邊是鳴池 那我們這邊就是要走回鳴池的方向 綜藝大結合 有來這邊排就對了 有在那個周家庄觀光果園排 我們繼續往上走 這邊的蠶聲音也很大 然後小鳥也很多 然後一直看到很大的黑色鳳梨 那這邊有一個涼亭 這是第二個涼亭 感覺好像500公司就有一個涼亭了 這邊有一個燈高處 可以上去看一下 欸 看得到 好像看得到那個圓景 漂亮的 啊還蠻漂亮的耶 小小一片 應該有兩顆啊 他背很多樹 但還好還是有一小塊可以看 那現在在第二個涼亭來看幾個檯 然後再看到這一圈 滿涼的耶 休息個一分鐘 你繼續全床 圓形的觀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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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很視野 剛剛在那個觀景台上面的慘叫聲 超大聲 好 開始要走下坡的感覺 好 下坡 是盡力的那個時間的步道 可是下雨應該會蠻多的 我們離開了剛剛那個階梯的部分 然後現在是走比較平緩的這種 石頭路 石頭鋪 石頭鋪 石板的石板 比較好爽 跟你們講個話 那那個三級警戒期間 不知道大家在家有沒有做什麼運動啊 不能出去 在家都關到有點悶 那像我還有包含在居家辦公的部分 所以等於是快要24小時都在家 除了買菜回家煮以外 其實都沒有機會往外走 那在家裡的運動的話 大概就是做一些跳繩 在家裡的跳繩 健身啊 一家有氧 這一類 那不知道你們都做什麼樣的運動 像我昨天在家裡面 應該是說前天吧 像我前天在家裡面 因為公司有一些有氧 就是 算是遠端連線的有氧課程可以上 然後我在家有上一個 那個有氧的一家課 全身痠痛 一個月每運動的結果 那今天來 步道走走 有一種排路痠的感覺 那趁著這個微解風開放 就找了一下家裡附近的步道 所以不要太遠 那上一次其實我們本來是想說 可以介紹寶山的兒環步步道給你們 認識認識 但是後來想想 九瓊湖好久沒來了 來九瓊湖這邊看一看 那很久沒來再來的感覺 就覺得哇 有一種他完全變心的感覺 以前印象中好像都是石頭路 或土 泥土路居多 然後要下樓梯了 剛剛從樓梯下來 這邊遇到一個岔路 這邊有個岔路 不知道要直走還是往下走 那下面好像有一個看板 是嗎 沒有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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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路比較大的嗎 我妹剛剛去看好像 是一個 喔 做醬油的 所以不能走 那我們要繼續直走 走路道 那我們看到一隻好大的鳳蝶 拍給你們 很輕輕這樣 很大 好大喔 它尾巴好漂亮 這棵樹 滿好的鳳蝶 這是一種 我覺得比較菲蝶兒 這是它的花量好大 哎 花長大的話 它就十張開 前面很大的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看到一個聲波 然後我們就是繼續往原池往上 原池是原羊池 來的那一頭是原羊池 喔這樓梯就有點多 還好不是很長 樓梯蠻小切的 剛剛走了長長的上坡上來 就可以中場休息一下 這邊有一個竹林的休息區 有一些小椅子 示範你可以坐個下 我們繼續下坡 往明池走到很奇怪的步道 這個步道為什麼不成這樣 中間有磚頭旁邊濕平的 那這個沒走好會容易被中間的拌倒 剛剛被拌倒幾次 然後這一片很貼心的是 它旁邊那個竹子 都有用那個網子圍起來 不然竹子應該會搗亂七八糟 有一種很清新的感覺 可是這個路就像這樣就很危險 很高地步 你走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走著走著 剛剛到樓梯了 那有一個很容易撞到頭的樹 要小心喔 一路都說要小心 開始走樓梯 這樓梯就有點髒的感覺 沒有那麼平穩 好 今天上來又遇到一個岔路 明池 我們要往明池走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條路 這是往竹籃步道 470公尺 好那我們走這邊 嗯 經過了一片烏山花之後 現在走進一個Z型的樓梯 還蠻美的耶 很像那個鋼琴鍵盤的感覺 很美很美 有了這些大水塔 那大水塔下來的路 其實就有一點不好 這個高路都不大一樣 階梯 階梯 這一段其實就一直在上上下下 下來 然後等一下又有樓梯的感覺 應該接近起點的地方 明池的地方應該越遠越近 所以人潮比較多 接下來就平 整個都平的嗎 有點有聽到那個水的聲音 你有聽到嗎 應該明池就在下面不遠 有點會遇到交會的人 下面又下坡了 繼續往明池方向走 然後這一段啊 這一段應該是接近明池的起點 這樓梯跟我們從尾端走上來的 那個坡度跟平均度都不大一樣 這邊跟這個樓梯就比較難走 所以當走上去 沖冰池這個方向走上去 有一個阿姨在哀哀叫 它就是高低不平比較多 也比較陡 也比較陡一點 那如果從明池這邊的起點上來會辛苦一點 可是後面相對它的坡度跟平均度比較好 等一下你們可以參考看是走明池 還是從尾端那邊進來 那我們現在走下去 我們現在走下來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水池 這應該就是明池了 所以聽到水聲接近明池是正確的 這就是我們剛剛從平均那邊進來之後 看到一個可以讓小朋友位於的地方 就是這個明池 我們繼續往這邊走出去 就是 步道的起點 九福步道的起點 我們要走出步道了 好熱好熱 然後這邊 富立農村 富立農村 就是九福步道的起點 走完其實很快耶 真的不到一個小時 腳趁快點可能不到半小時 這個應該就是明池 大家看一下 明池 它現在關起來 應該是不讓人進去 不然裡面應該是可以衛免 步道的起點這邊 就是這個高四排 所以如果你們走明池進來可以參考這個高四排 大家近一點去看 這個就是起點的 牌子 九福步道的介紹 它是罩門裡的居民運送農產品的便道 總長度大約是兩公里 前面是石板路 波度比較走 就是我們剛剛上去的地方 然後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山林線行徑 波度就比較平緩 但我們從中後段都是比較平緩的 然後 還有一個風光亭 我們剛剛有到最高的展望點風光亭 去遠眺新竹外海的視野 不過我們剛剛去其實有點被擋住了 那這是那個九福步道 九福步道就是中間這一條 我們剛剛是從這個位置走進來 然後再走九福步道 回到我們明池的方向 它這邊除了九福步道 其實周邊還有很多步道被走 然後也有蠻多小吃 蠻多小吃的部分 大家可以來那個九窮湖這邊 九福步道 然後這邊就是明池 明池的入口點 那只是說明池現在 因為疫情關係 它被關起來不能進去 雖然裡面其實有一個小火車 也可以為人 然後步道的起點就是從這邊上去 那我們剛剛是從尾端下來 OK 今天的九福步道就推薦給你們 為在新竹縣新埔鎮這邊的九窮湖 有一個九福步道 那它的長度不過才兩公里 坡度相對比較平緩 推薦你們如果在這個微解封的期間 想要在鄰近的地方走走 可以挑選這種清明的小步道 回歸一下大自然 那如果你住的地區 也是鄰近在新埔區域 在新竹縣內的話 九福步道是全家大小 可以利用大概短短的兩個小時以內 就可以完成的小步道 推薦給你們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這樣的小步道推薦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在疫情的段時間 我也會持續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比較便民的小步道 可以推薦給你們 謝謝你們 掰掰 zijn 謝謝 祝福 謝謝 golf 我